现在这个潮水才刚刚开始退 海边都有人过来干海了 咱们先顺着这个潮水找一找吧 看看有什么收获 这个小水坑里面居然还住着两个发材线 这个小水坑成了他们的露天大浴池了 这应该是一公一亩吧 你看还不够我菜呢 还真是 哎呦妈 你给它夹完了 这样的就是母线 这样的话就是公线 这俩人整个露天大浴池 给他洗澡的 你们俩继续吧 别夹他呀 生怕他跑了 不打理他 这个猫眼罗的话 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都已经被跟踪了 身边都有这么多的隐藏的高手 都握在沙里面跟着他 得亏我告诉他呀 先放这些给他安排一下 那个尼罗的话也是喜欢我杀的 这个猫眼罗看不见他 被人家跟踪了还不知道 这尼罗就俩 哎呀 他怎么进去了 哎呦哎呦哎呦 这有个口啊 哈哈一个瞎子 哎呦哎呦哎呦好了 这么不幸啊 哎呆这还呆这 他硬他的 他好像硬他的地方 哎 还笨呢 哇这么热的天 他居然还活着 我真佩服他 这个螃蟹的话 他就是在脱壳 也不知道是经历了什么 这个已经不活了 刚才我都检查过了 他退的壳的话 这个身上的壳都碎了 这个我咱也就只能带着了 也放不了他 其实这样的螃蟹是最肥的 螃蟹退一次壳的话 就长大一次 这个也没长 没长明白 就给他带着吧 没办法 想放也放不了 这里又一条 我刚才捡的那 捡了一条比这个更小的 这个就不大 鞋垫的鱼 这个鱼啊 他自己扬起名字叫啥呢 还一时想不起啊 鱼太多了 这个鱼尾巴倒挺漂亮 说真的 这一点 这个不活了 我就带着吧 这丢了也没用 给螃蟹吃了 这家伙怕不怕痒 你看这个摩哥这个嘴啊 哇好吓人啊 咦 咬舌头了 是吧 我怎么听嘎的一声 你是不是咬自己舌头了 这咬舌头可不舒服 这天热脏个大嘴 刚才这个 这个在这地方 这个我没看见 我现在回头我才看见它 这个离的这么近 我没发现 这边啊 这边这毛鸽真多啊 哇这是 站起来了 光毛鸽走半斤 看 这上面还有好多这个海鸿啊 黑的都是海鸿 这要是个撑的 我们得是个撑王了啊 不是啊 这个是啊 哼 那么大个洞 要是抓出来的话 必须是大撑王 是个皮老板 刚才那个是 那个就不要了 抓撑子吧 这个出来了 哎呦 这个也不小呀 也够用了 这一片都是密密麻麻的 小金钱螺 有没有愿意吃的 过来捡吧 能看见这个小古包了吗 这古包下面肯定是个螃蟹 螃蟹就喜欢打这种小洞 哇塞我还以为是个花旦呢 这么大一个马面签 这个好啊 这个都是买颗黄的 天热了也喜欢躲在沙里 沙里面凉快 这个好东西 扫一下看看 这个皮肤型 这种水母的话都已经就是坏了 都麻麻赖赖这个都没法吃了 都浪费 天热了晒化还没化完呢 就不要了 那个潮水开始涨上来了 看这个潮水涨得有多快啊 就几十秒的话就能找到身边 看见了吧 所以说这个涨潮的话得赶紧走 刚才还是沙子 现在就全剩水了 就不能逗留 那个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那个潮水也开始涨上来了 我是大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帮忙点个赞 谢谢朋友们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了